! 是要怎樣拿號碼嗎? 現在現在已經沒有號碼了 單小龜 哦,好冷啊 哎,過來啦 哦,天氣好冷喔 哎,我們兩個傘子穿得這樣保 你看看,穿拖鞋,短褲 在中國 你以為你在馬來西亞啊? 我們的地鐵站一出來 就是黑色經典 然后今天我们住的酒店 非常靠近就是 这边转过去就是 是新酒店了 蛮不错的 周末的价格是588 如果是平日的价格大概是 400多人民币 然后如果你在有些APP上 可能还有一些约会 到了到了 这一间在武艺广场的存店 低位置呢 不过它都收费房子 就只能用一次付宝 如果你要刷卡的话 你的银行卡需要是 银沿的银行的金融卡 耶耶耶 哈啰各位 我们又回来长沙了 然后我们就是住的是在 独立广场 是非常非常HOP的长沙地点 588没有包早餐哦 蛮喜欢的房间的 所以那边房间不大 可以搏啦 广场是不容易被人在录啦 诶 哪一个是广场 哦 它怎样开 就如你们所看到的 刚刚小姐一首一样 我们外面对着就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透明包裂 可以看到完 那个长沙武艺广场的景色 然后这边就是一张非常简单 又舒服的 衣服衣服 然后这边就很简单 就是一个洗手盆 小小的冰箱 跟里面就是厕所 厕所跟冲凉房 就马去水小 去全 然后我们这次回来长沙 它是继续我们的吃吃吃 一起吃的这边 第一个湖南菜 叫做笨萝卜 我们去看看湖南菜到底有多辣 就是要从那边见识一下 那天我们来这个五一广场 这边呢 早上晚上 我们上一集的长沙可以看 其实不像脚 没有号人 不过我们上去问一下 我们是马来西亚来的 我们不知道这边的归籍要怎么走 是要怎样拿号码吗 现在是已经没有号了 哦 这样是要几点才可以再来呢 我们上去等下了四点 不夸张多人啊 大概讲我们是外国人 他才会少一理我们 不然的话 不然你都不理 连理都不要理 所以我们现在要走Plan B 先去看看走Bad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小鸡一档 我们来吃看这个酱板 鸭 鸭子过来了 这个制作过程是怎样做成的 好 亮完鸭 然后赞 谢谢你们 还有给手套的咧 好吃吗 手臂倒 越嚼越香的那种 越香辣香辣 它口感是那种 比较难嚼完的那种肉感 可以嚼很久啊 很像狗在磨羊 蛤 就是可以慢慢一边走一边吃 就是一个很小吃类的 接下来第二节 我们来到的是叫做 天马牛肉饼 营业时间是早上11点半 卖到完为止 一吃的当然就是它 牛肉饼咯 另外一个可以尝试的就是 这个地面卖的马蜀 和我们马尼西亚看到的是很大的不同 因为它真的是包到西北大料 不是属于一口可以测完的大小 里面会塞满你所点的鲜料 整个制作过程还真的是蛮新鲜的 现在这个牛肉饼 而且我们是比较大的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鱼饼 他比较那个脆脆的 脆脆脆的 吃啦 好 吃吧 好吃吗 你看到我这种面 不知道是多好吃 个人是真的非常喜欢这个牛肉饼 而且必须点一个辣的 吃起来的时候是又辣又juic 特别的nice 我们还有点了一个马蜀 马蜀也是蛮多人的好吃的 这个3块钱这个6块 好吃 它外面就是一层很薄的那个马蜀 然后中间剥一层玉米 里面又很厚的鲜料 上面就撒上一层粉 就是很现场 这个是网红招牌而已 就是来尝试啊 就是不必点是被人来插拍照 谢谢 这个人是网红招牌 大般喜欢用这种cream 茶咽叶色比较好的 就是甜 茶味没有这样重 好像有点假假的味道 就是那种化学化学的 不要买它 好吵哦 我们又来台队了 好多吃哦 我又点了一份大的 这是大的了 这个太好吃了 那时候叫小分了 真的是差一点变成我人生的遗憾 在这里来尝试啊 最后一身臭豆腐呢 又辣又香又脆 又不臭 这个不管测几次 当然是这么的好吃 为什么 它都不臭为什么要加臭豆腐 因为还没有炸的时候是臭啊 有啦 有淡淡的 臭豆腐味道 汉油巴巴叫 旅游姬汉油巴巴 也是在 汉油巴巴里面上吃朋友 我的一家汉油巴巴 它的汉油巴巴 跟这个心结也不一样 它是很大片 你是一串很多肉 它可以单个买一个是两块 不太一样的口感 不太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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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吃一口的 还要吃一口的 那里面也是吃东西 很好吃 有点拉丝 然后糯糯的 金鸡跟这个哪一个喜欢 嗯 麦香我是喜欢金鸡啊 金鸡也是一口一个 一口一个 然后又可以吃很多口 这样吃进去 可是这个很不会甜 我不要喜欢金鸡 喜欢金鸡 然后这个你觉得怎么样 太大口 金鸡很方便给了很多人 就是一口一个一口一个的那种满足口 如果你买的那个地铁票 可能是不是这一站的 你去错站的话 如果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去它的客服中心 它就会帮你补那个茶匠 对不对 我们现在是前往那个粉萝卜 吃那个湖南香菜 那边就是非常非常非常辣 然后现在我们总是经过7-11 买可以解辣的饮料作为backout 不然的话就辣死到你妈妈的屁股 的企业量 买一罐大大罐的绿茶 哇 哇可以看电视机 这个很不别 要不要给钱 请小号码付费 不过蛮不错的 地铁站的设施啊 产品全部都很适应 哇 那些的茶我也想喝了多半 你买一个这样大罐的绿茶 如果我炖完了以后 我们来到笨萝卜了 没什么人的笨萝卜 我们来到这边 又遇到了外国人最困扰的问题 这边的点餐 如果是电子点餐的话 很大的 你必须要有中国的信卡 才会方便点餐 像我们这样没有的话 也不会怎样啊 这一根符萝卜 你是国外人 你需要帮我点餐 我会帮你点 这一道是什么咧 薑草肉 好重口味 我的天堂 特别下饭 给了一桶饭 一桶啊 是一桶啊 是一桶啊 因为饭子 饭子应该是没有价钱 就是 要菜还留给饭 你需要说没有吃 因为是湖南菜 它是 有油 有血 所以 这菜 所以一定要配饭子 和加饭 哇 这个不会都很辣 一斟鸡 就是 他们吃的一个早排在这里 就是酸酸辣辣 哇 这个是笨萝卜 注意唱香的菜肴 萝卜干炒粉皮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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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鸡 味很辣 它是很开胃 很开胃 真的很开胃 没想到意外的很到我们的胃口 每一道菜都非常的好吃 非常的够味 哦 放辣椒的份量是完全没有在给你生 那个辣度是真的不好笑 你这样辣咧 又辣又饱 这样 有还多啦 你要不要吃三样菜 后悔的决定 不过我们要打包 诶 这是真的有点夸张啊 它有B厅 还有C厅 像我们刚刚吃的这个应该是A厅 哇很大很大 可是我们来的时候刚才才4点多 所以现在是 就失败时间 很多人这样 哇 我刚刚才来得到 是哦 原来 完全就是全部都排队了 哇 这里是美食一条街 除了笨萝卜之外 这条街 也有很多选择可以吃 对对对 你们想吃笨萝卜的话 其实我们刚才吃那间店是蛮不错的选择 我们来的时间 早来 就不用排队了 我们吃那笨萝卜食物 那个价格 两个人三样菜 就是多人民币哦 我的马拉雅人好多呀 我们现在是高峰期 又是看到他自己喜欢的甜点节奏 怎么 好厉害 这样好吃咩 记得在留言那边讲哦 到底是不是这样好吃 觉得他很疯狂哦 我要吃这个 网络茶非常红色 是一个叫BINXA 你能吃这么好吃吗 感受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 好像 Ajusoo也有 等一下 他们的top sales啊 都乱买 人气的话 这个也是 明明都没你了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现在晚上时间11点 明时决定去橙子州 的附近 橙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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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地铁站处 就是一个叫做 碧莎湖 那边出去看 远观 那个 橙子州 我们临时来一个说走就走 好累啊 厉不厉 厉不厉 单小龟 好累啊 唉 过来啦 有人 怕什么 刚刚演出的猫爷爷了 我们自己来 晚上11点来这里看这个啊 那不然 你看周围的景色 黑漆漆漆 漆漆一片 现场比看这个拍到了更加的暗 晚上提指的这个旅程 是有点点小小的遗憾啊 毕竟我们太迟出发了 去到那边的时候 已经没有什么夜景能看了 所以附近才是像现在 哈茫茫 摸野台 唉 早知道早点出发 六景这次虽然留了遗憾 代表有更多的理由来长沙玩 所以说只有我们 也是有人啊 很多人呢 很多人半夜来看房爷爷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坐这一个 这一个乘 坐这一个小摩托 回去我们的酒店 停车点的话 就是有很多这种车的 它就是停车点 然后这个地图它也会有提示的 好的 这样一切 谢谢 谢谢您 你好意思叫你的姐姐 人家看小过你叫你的姐姐 哈哈 我这都不 蛤 你会开呢 我开 呃 哈哈哈哈 拜拜 就这样多谢刚刚那位小姐姐的教导 我们成功体验 长沙城市的这个电子车 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讲 这段夜游长沙的路程 还真的是蛮驶的 天气又凉凉哦 当然在公路行驶还是要注意安全 遵守这边的交通规矩啦 才能有一个愉快的体验 不知道平时住在长沙的人 也是不是常用这个电子车的 我们在骑车 船路过一只的地方 太远了 然后经过了这一刻 太平衡了 走走看这边 印象很多东西卖很多东西车 走到别人的长沙这么热闹的 哇 这个什么 这个是什么来 密室很忙 我跟你讲的那间店 就是很多零食在里面 而且卖很便宜 我走 好便宜 3块9包 哇 很多糖 哇 这个可以买 买糖 哇 有各种各样的糖果 烟花燎乱 真的 它的摆是很像那种 强迫症的人摆出来的 真的好美哦 好整齐 要让你们跟着我的第一视角 哇 这个好像很好吃 可怜 12点半了 可怜 真的还老 哇 赛车赛车 这个时候如果叫弟弟 应该是 惨的 12点46分 我们终于到达我们的酒店了 所以 呃没有 今天晚上 手走就走 特别的精彩 好啦我们这期影片就到这里啦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 关注加分享 拜拜 想要看这首影片 剪辑这边咯 拜拜